今天我又回到这个脆味厨房 我和大家做这个叫做香滑豆腐肉碎 这道菜谁不喜欢吃豆腐都会很喜欢吃的 只需要20分钟完成 材料有豆腐和碎肉 加上葱花 先把豆腐切开一片片 我们放一点油到锅里 然后放些豆腐下去煎 煎去黄黄的好了 没有煎太焦 然后反转煎到第二边 煎好了 现在我们就排在碟上 现在我们要切中花和蒜蓉 我们放几滴油 然后放蒜蓉炒香 炒香之后我们就加肉碎 如果你喜欢香口 就把肉碎煎香 现在我放半杯水 这样就接下来 然后用锅银做碎肉 这样滚一滚 然后我们调味 我们放些糖 盐 蚝油 放些胡椒粉 然后我们准备一茶匙的生粉 混水 做芡 生粉芡 关火 放些麻油 然后关火 放些葱花 这样就可以了 把碎肉 芡 倒在豆腐面上 然后我们就加少少葱花 这样就可以了 这道菜 只需要20分钟 我们就可以完成 吃得了 希望大家试煮一下 这个香滑豆腐碎肉 多谢大家分享 下次见